本品生活频道 活出美好生活 小兵牧师分享 哈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信息呢 是关于主耶稣的平安 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 圣经怎么讲呢 圣经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赐给我们平安 一起说主耶稣赐给我平安 那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他今天已经把平安赐给了每一个基督徒 赐给了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今天的信息就是 要守护你里面的平安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 都会想办法去守住自己的钱财 对不对 你会把你的银行卡密码保管好 你会把你的钱包保管好 如果今天在路上走 有人抢了你的包 你肯定会飞快地冲过去 把他抢回来 或者你立刻会大喊大叫 让身边的人来帮忙 马上就会打要铃报警 为什么因为那个抢劫的人拿走了你的钱包 你会很着急 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拿回来 不会说有人说在路上走 钱包被小偷给抢走了 你会说无所谓吧 随便他抢吧 你不会有这种反应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心去保护自己的财产 对不对 用心保护自己的金钱 其实有一样比金钱 比财产更重要的东西 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 因为当你拥有平安的时候 你就拥有上帝赋予你的一切 钱财失去了 可以再回来 但是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一切祝福 所以记得 平安是最重要的 这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 那这个平安是怎么来运作的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活在平安里 换句话说 我们知道这个平安是怎么个运作 这个平安是有一个根基的 是基于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 这个使你在任何的环境中 挑战中 或者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或者在你感觉到被仇敌攻击的时候 或者觉得你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症状 或者说有一些难题 有一些挑战 有一些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要记得 这个平安是来自于哪里的 这个平安是来自于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 当你知道这个平安的源头 知道这个平安是怎么运作的 你就能够守住你的平安 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被翻转过来 在伊赛亚书53章的第五节怎么讲呢 圣经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意志 这些圣经很重要 这些圣经讲到主耶稣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的平安 今天这个平安来自于哪里 是来自于我的耶稣 为我受了一切的刑罚 他为我的罪受了刑罚 他为我的不好 为我的罪 已经付上了一切的代价 我的良心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有真正的安宁 是因为我的耶稣 已经付上了代价 好不好 不管你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你要记得 我的耶稣已经还清了我的罪灾 因他受的刑罚 我得到平安 哪怕是你犯了很多的错误 或者你在一些挣扎当中 也记得你的耶稣 已经为你受刑罚了 你的良心是有平安的 他必然要来拯救你 他必然要来搭救你 因为他已经为你付上一切的代价 今天你在平安里面 希望牧师今天的信息的分享 短短的话语的分享 能够调整你的思维 能够兼顾你的信心 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中 主耶稣他都是搭救你的 他都是拯救你的 因为他受的刑罚 使你得平安 他已经付上代价 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